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成立于2013年的顶级餐饮集团 为中部首屈一指的餐厅代表 无论在时尚喜宴、商务宴会或者港式饮茶 皆获得消费者高度评价 其中烧辣民党、港式经典手工菜 以及地道的每日现做点心 更是港式饮茶的招牌与特色 新的饮食新概念 色香味行之养溢 融会贯通在整个大的饮食环境里 我们一直秉持的就是吃在地、用在地 然后从产地餐桌的在地精神 延续港式饮茶的作法 然后以港式饮茶的基本地道的手法 表现正统的越式料理 那也融会贯通海纳百川 让港式饮茶更多元化 可以有日式料理 但是日式料理我们也会放一些 港式的一些食材跟元素跟做法 让日式料理不会那么日式料理 也不会跳脱港式饮茶的风格 顶级港式饮茶未重现老香港经典风华 厨艺团队坚持遵循古法月菜细致做法 充分展现月菜彰显食材特色的各种烹调方法 将月菜精华中的清新与味鲜完美呈现 而店内最招牌的三道港式饮茶料理 脆皮鸡、干煎三葱骰子牛 及鲜虾腹皮卷更是必点美赚 当今饮食新概念告诉我们 追求美味的同时 必须兼顾个健康的饮食环境 台湾有的食材我们会坚持用台湾 哪怕都比较贵没问题 很多台湾很棒优质的食材 把它串联起来 产地到餐桌那绝对不是问题 减少了碳足迹 也丰富了整个一个菜色的 为客人把关 也为自己做口碑 更为台湾在地小龙 增加活络很棒的一个串联 这里的优势其实我们有很棒的一个海鲜活物 看得到吃得到你也听得到 怎么料理我的料理是怎么样的手法 我们整个就是以中国风来呈现港式饮茶 采取现点现做的港式饮茶 台中是一个火锅的一级战区 也意味着台中人非常喜欢吃锅物 那其实锅是象征团圆 然后象征独享 那我们一样在好食材的前提下 延伸几个锅法 那有别以往传统的一个锅的做法 我们推出港式的一个做法 叫香菜皮蛋锅 香菜皮蛋把它拿来煮汤 哇 原来那个冒出来的火花是很不一样 再来一个黑蒜锅 台湾其实有很棒的蒜头 我们用北港 赤桶 圆斩那一袋蒜头 经过发酵熟成45天 在经过糖化以后 蒜头的香味非常的沉香 再加上蛤蜊做一个锅物汤 哇 这样子的汤变得非常的浓郁 非常的鲜香 第三个是酒酿番茄锅 用台湾产的牛番茄再加上酒酿 所以酒酿跟番茄 哇 这感觉好像在转角遇到它一样 特别的match 这样子的锅 酸酸甜甜的很有恋爱 也非常有夏天的感觉 所以这三个锅物是我们的招牌 也是正店 除了粤菜及港式火锅美味饗宴 店内提供无微不至的诚意服务 缔造更尊荣的服务品质 时尚雅趣的装潢风格 也让来此用餐的民众 有着非凡的体验 室内高档的装潢 平价的消费 食物上的品质的保证 让消费者花少少的费用 体验到大饭店等级的用餐环境 钢点它的特色它是现点现做 它的食物原味不流失 那新鲜度品质的稳定 那食材上的严选以客为尊 那火锅的部分 使用黑色砂锅可以熬出火锅的汤头 那比一般白锅的锅具更具有风味 我觉得蛮特别的 像我今天吃的这个黑蒜锅 其实在外面一般我们都没有 没有机会去尝试到这种 如果说你自己本身说 不会说很排斥蒜味的话 你黑蒜跟他们的果粒汤 就非常满意 对 坦白讲满加分的 一般消费者会以为 我们这边是台式的料理 那我们是提供以港式宴会料理为机组 那增加一些日式风格 来迎合台湾人的风格 不论是结婚新人 或是一般来用餐的客人也好 希望能品尝正宗的香港味 也就是我们坚持的理念 每一口粤菜精华及火锅汤底 都富含令人回味的老香港经典 不论您去过香港多少回 唯有您亲身来店品尝过 正宗港式饮茶及粤菜 才是真正品味香江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